这位公子,我见你添灵盖发红,近期并有杀身之祸呀。 Day 4 上午8点38分,我丈母娘出门了,咱们抓鸡去。 丈母娘家唯一一只大公鸡,总欺负六只下弹鸡。 非常的健康有力。 先用数据线把腿拴好,再给她穿个L码的纸尿裤,给她安排个副驾驶,目的地,长发村。 全程52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分,预计上午10点05分到达。 大概50公里。 今年的秋天比去年来的更早一些,庄稼已经泛黄了,半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几把纸尿裤脱了,还释放了一坨吉祥。 小时候很快来到了目的地,相约幸福,梦圆长发。 大晴天。 屋内加装了两根顶梁柱,可以有效防止房子倒塌,顺便找个打火机。 小时候听歌用的车载录音机都在,这是我约来的好兄弟。 先取水,给鸡洗个热水凿,顺便把血放了。 冰凉的井水,震可乐。 盐水浸泡半小时,收集准备木材。 再来一点点。 就这点盐? 差不多了。 你跟人半吨底差远。 大蒜粉。 多来点。 差不多了。 太少了。 料酒。 生抽。 好油。 三香。 出来点黑胡椒。 给它们混合揉搓一下。 搓个马沙鸡。 腌半小时。 没事。 咱不入味了,拌开的时候,炸黑胡椒。 行。 好,刚才那里不平,又换个位置。 来点东北的大豆金油。 。 打点儿。 别打点儿。 到你。 再烧散碎苞米 苞米咋烧虎了呢 火太旺了 丢一个呢 吃了 灶吧 熟了你就灶 你看那是鞋谷底下 那个 吃肉厂 来了 嗯 垂直往上连 这个效果还可以哈 鸡怎么裂开 哈哈哈哈 非常的细腰 这里扎了一下 已经熟透了 来掰个鸡腿下来 哇 这是小笨劲 肉还是比较有弹性 这不是弹性的 不能没熟吧 应该熟 大哥这是笨劲 哎呀妈看着我这流口水 不行大哥太有弹性了 一人一个 来干个腿 干腿 看我这个比较金黄粗脆 哈哈哈 我的人还有毛呢 哈哈哈 来来来你先尝 这可以比较韧肉 手没手透 是手透 它是小笨劲 肉比较紧实 应该是个运动员 肉质比较紧实 哈哈哈哈 我去 心动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嘎吱嘎吱 哈哈哈 脆的 脆的 你家这个脚高 脆的 肉是脆的 很韧 咱吃完不能到肚子吧 上不了 吃了 鸡肉一样 这绝对是战斗鸡 来块鸡胸肉 鸡胸肉 鸡胸肉咋样 也韧 就是脆 为啥这么韧呢 战斗鸡 鸡胸产品比较多 回锅炖你一会儿 肉质非常的脆 来吧鸡肉吃不好 来喝点料吧 来为了咱俩的脆鸡干杯 哈哈哈 包米熟了 嗯 包米还是不错的 这兄弟要给我炖鸡吃 哈哈哈 接下来咱们去楼上把鸡炖了 这回好看啊 烧完之后有骨烧鸡的肉 这位看来脆不脆 嗯 上午9点出来的 现在已经5点半了 折腾了一天 我俩终于吃上饭了 哈哈哈 哎呦 这回看看熟不熟 嗯 韧 韧 韧是什么意思啊 肉比较筋的 这是我那个鸡腿哈 嗯 这是我的 之前非常脆的鸡腿 再尝一尝 嗯 这个是什么 蛋糊 高压锅压了20分 这个鸡肉就不是那种特别白哈 对 颜色特别好 正经溜达鸡 一岁半的溜达鸡 还是比较脆 能咬动吗 对 这个鸡腰的属性就是一样 为了成功吃上鸡 来干一杯 干一杯 水天色蒜 这溜达鸡的骨头 特别结实哈 哎你丈母娘家不养猪吗 嗯 这样 后来一天牛也回来 哈哈哈 牛也回来 假如家里没人咱去呀 像那种没有大点的鸡 他丈母娘家的猪 尝一口鸡汤 尝尝老香老 是吗 肯定的 黄汤 鸡汤特别适合泡饭 吃猪 这大公鸡卖还贵呢 你还挑大公鸡 母鸡下蛋 母鸡下蛋呢 哈哈 大公鸡还贵呢 勇满 这大公鸡一天啥事没有 呵呵 整六个母鸡 天天捏的满鸡卷炮 呵呵 九足饭饱 非常成功的一次铁桶鸡 呵呵呵 呵呵 成功 呵呵呵 嗯 不算铁桶鸡了已经哈 嗯 不过带有烟续味也挺好吃的 二次加工 统生的吧 呵呵呵 我再也不想做铁桶鸡了 呵呵呵 呵呵呵 那么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